目前的局势,最佳形容词就是乱局两个字,特朗普是个善变的人,也是一名善于谈判的人。上星期,美国贸易代表口口声声说本星期五中美可以完成贸易谈判。 公布贸易协议,前天,特朗普突然说,本星期五向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%关税,而非目前的10%关税,很自然,昨日恒指成份股全部下跌,没有一只股可以成为避险股,分别指示下跌幅度大与小,与内地股市比较,恒指算是跌得少,指跌2.9%,上证指数跌5.58%. 深正指数跌7.56%,昨日,趁低吸纳的人不少,成交额1373亿元,博反弹的人期望贸易谈判真能在本星期五达成协议。 他们认为特朗普只视为谈判定下死线,要求中方代表不要一拖再拖,特朗普想速战速决,好让他把精力用来对付欧盟,美欧贸易战会紧接于美中贸易战之后爆发。 不过,过去我也曾指出,中国一度对特朗普的精税动客不理不睬,中国领导曾明白,如果特朗普一说要精税中国就得投降。 让步,那么将来是无穷无尽的威胁,一把刀永远在头上。 因此,中国也必须做最坏的准备。于是有陆稳政策的推出,有全面开放市场的政策推出,准备以中国13亿人的市场来取代出口下降所带来的打击。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说,中国得准备有一天零出口到美国,是的,这是最坏的打算,能不能到得过,就得看中国13亿人的消费是否能取代出口美国的缺口。 目前,中国GDP是13亿美元,出口美国是5000亿美元,占3.8%,压力不少,但也非绝路。